大家好,我是酸糕 真的不是翠 我在工地上干了三十多点 修的房子也要上千桌了 大大小小小的复兴也讲过不少 今天就来徒照一下 有哪些奇葵的复兴 真的是修了不少的房子 先来看看我家的房子 我家的房子复兴的 八十那个平方 是四方式整的 这边握手,这边握手 这边客厅,这边储物房 最不理想的就是 还是小了点,说老实话 父亲还是要每个 一百多平方的 就可以了 这个不理想的地方 就是我小的卧室房间 它的采光不好 平常都是靠生活阳台的光线照进去 如果说黑黑的 暗暗的话 就用一手炒 看嘛 全靠这个窗子的采光照进去 这个窗子拿一下看 好 第三个不理想的 就是这个卫生间小了点 洗个招 里面太小了 打个转身都不好吃 看嘛,空间就这么大 其实三个家的房子 大的缺点别的 就是还是小了点 两个日子 一家人呢 住在一起 假如说 今后媳妇啊 生子那些 大家说 是不是感觉有点小啊 我在工地上这么多样 也讲过不少 奇奇怪怪的房子 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来看看 如果说今后自己买房子 应用的作物 第一座 三角形呼吸 看嘛 中间是卫生间 两边呢 那边是客厅 卧室 两头间间的啊 就没得利用夹子 前两头间的地方 在我间的住下子啊 它就是多余的 空空的看嘛 就没得利用夹子 包括客厅 它是这样写下来的 实际上就很压迫 大家说是不是啊 我们慢慢看 第二种楼梯 看嘛 像那楼梯一样 这样 这样一直下来 这下面就是 我是客厅的 这就是国道 跟那个 这就是学闻过嘛 金门的地方 大家说 这种复兴里面 就是不安 也好 这边那个国道很长 看嘛 像它迷宫一样 走到那下面的 第三种 远行的 大家看嘛 我记得我2009年 在福州打工的时候 就修了一种 远行的房子 它是真动啊 是一种远行的 它很远很远 像一个大圈儿呢 切得很远 但是它的复兴也是远的 大家看 全面养开的这些 卫生机的这些 出物件 它就不理一下 边久 它就不完美 真的看起来哈 它的鼻里就不协调 他们有几人说呀 这个远行的房子 做起来还是可以 但是哈 我感觉呀 还是别的那个 四十方方的房子 做起来安逸 第四种 T恤 这种图形哈 真的看起来 它就是个T恤 大家知道不 T恤它就是 枪头大 厚头小 我们的喊话就叫 大小头 有句许法哈 以前的老人们都说了 如果说 一的房子啊 大小头的话 枪头大厚头小 就是枪被人服 厚被人就要穷 如果说 枪头小 好 后面打的话 那也不对 就是后背人 哦 就是枪被人穷 后背人服 哈哈 反正都是明天说话 其实啊 也没得啥子 唱歌一夜 我大概遇到 两次这种情况 也不多见 看嘛 这边边 两边呢 它就是个大小头 前小后大 各种奇葩的都要哈 来看下一个 第五种 一型房子 大家知道不 一型它就是超料型的哈 像这卫生间呢 阳台那些 它就是突出去的 整个地方看起来呀 却较低多 包括卧室那边呢 整个看起来 整个火箭头是的 给大家看见 各种各样的复兴哈 说实话 不可能有十千十美的房子 你穿个经验来说哈 像我以前买房子 在南威那边哈 看见十多家房子 哈哈 有的地方啊 它就是复兴不好 有的啊 它就是 卫生间的茶叶管不好 卫生间的中间 它三个卧室 就在那个门里面面上 大家说 是不是我安逸啊 还有的地方啊 它就是 感觉旧的地方都 没有利用夹子 所以说呀 当时就选择在那边 那边的房子啊 它是四十方法的 但是感觉还是小了点 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把外面所有打工的钱 都是花完了的 我想买一个大的 有幸福利益 没有办法 有没有这个本事 大家说是不是 反正大家买房子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房子的朝向啊 采广啊 放不放这些啊 要看一下 另外呀 燃烧房子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这墙面 有没有这个空股那些 如果说有的话 那就不安逸 大家如果呀 买房子的时候 遇到困难 有啥子问题那些 可以在参考评论区 留言 评论 互相讨论一下嘛 好 视频就分享在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